今宵請你多珍重 我想到我們這年紀 一定是很多離離合合的 或者生離死別 我相信都經歷不少 至於練習說再見 其實也是阿靖舍的Demo 當時的名字已經叫Fairwell 一首挺傷感的歌 但我自己寫中文歌詞時 將它變成一個用中文的看法 通過不斷的練習 人生一慢慢走下去 要耐爛一點 所以要適度的時候 要做一些練習 去說再見 我今年的課題都是這件事 不要一件事都大喜大悲 其中一句歌詞叫做 《撇脫點,這世界還在轉》 這一刻大家都可能有少許傷感 可能開心 但是下一刻的世界 都要繼續 move on 所有人都要 move on 《激情前和後》來說 我觀察到一件事 我是一個很需要和別人擁抱的人 我最深印象是在我媽媽喪禮的時間 其實是第二波打出來的 很多朋友都覺得 一個眼神或者一個搭肩頭 你明白在心中 但是我底腕裡 我是很渴望很多人給我擁抱 疫情前的樂隊 很多時候都很像很順暢 很多事情都很必然會發生 但是當疫情之後 所有事情都完全打破舊有的模式 無論是演出、節奏各方面 每件事都要重新去適應、思考、補處、過 重新 是完全不同的 多精彩 情言 衷生 解散你 借 不要淚添 過去就過去了 未來我們掌握不到 最近大家分別看的那套 Show就是這件事 我們很好地在台上唱二十幾首歌 大家很好地在台下 聽也好 和唱也好 都是一個體驗 疫症過後的一個學習到的東西 大家可以把平時理疏多然的東西 大家真的把它珍重 也是金銷多珍重的珍重 Rollerband的音樂 我想我們記住的故事 未必是驚天動地的東西 但可能是鎖碎如街邊踢球 鎖碎如街市路的故事 通過不斷寫歌 不斷流傳 其實SIM LUTH SONG的MV 開著一部拉掛機 那時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那時有隻怪獸要找 所以看哪裏收到它的聲音 我想現在 你在哪裏開著那裏 記住聲音 都是有意思 我覺得 尤其是在香港 小朋友太快 可能手機的零聲聲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又沒有人用 我反過來想 可能收回自己的心跳聲 因為是很象徵的 提醒自己 其實還是在跳音 可能有點不及 就在打電話的話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想念略過 沒留住 只得美 自從也明白最錯 空 是誰能一幕 大宣傳 於雷光的未來 无拘定去唱着我 无限的可送我